18輛德國鮑爾坦克 已經交付給烏克蘭 讓基輔信心大正 認為4月有望展開大反攻 美軍也準備軍援烏克蘭 31輛的M1艾布蘭主力戰車 英國則是提供14輛 挑戰者二世 如果你看到什麼 英國人們在做的 他們勉強地 其實這一次俄乌戰爭當中 會發現俄乌兩國的重型坦克 都遭到炮火猛轟 預估俄國損失一半以上的 現代化坦克軍備 烏克蘭的坦克損傷也高達上百量 外界因此出現質疑聲浪 認為在現代化空中部隊 還有飛彈系統技術完備的情況下 是不是還有必要砸大錢 鞏固坦克部隊 布對河俄國的武器 現代損失很快 他們經常推出了 美國軍艦艦艦艦艦艦機 one 相信這是一個問題 目前M1艾布蘭坦克 从80年代开始 就成为美国坦克部队的主力 目前已经制造超过上万辆 还在不断的技术更新 最新款的是M1A2的艾布蘭系统 强化第三版 造价是1100万美元 第四版预计2025年就会问世 台湾也有向美国采购 108辆M1A2的艾布蘭坦克 原本预计明年开始交货 但传出可能受到这波军援影响 延迟交货 除了M1艾布蘭主力战车 美国陆军还投入11.4亿 打造机动防护火力车 只有38公吨 重量不到M1的一半 而且还配备有进攻性的活力 包括无人驾驶 或是只需要配备少量人力 就可以操作的人工智慧战车 也成为未来战车主力的发展方向 专家就表示 尤其美军现在把海外军事中心 从中东地区转移到印太 对于坦克部队的功能 还有需求也可能做出改变 像这样的轻型坦克 可能有更大的发挥 专家认为俄乌战争凸显出坦克部队 可以让美军更有机会重新杀盘推演 尤其随着军事中心转移 如何更灵活运用 并且研发新一代的坦克部队 也成为美国陆军要面对的重要任务 TVBS新闻 速度报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